而再来国际夫伦社3501地区新竹乐利 以及凯蒂夫伦社深感花莲县近年来 历经了多次重大的灾难 特别以欢乐郑重谷为主题 23号的晚间在瑞士湘公所办理了一场 日台文艺艺术交流慈善公演 那么包括了日本国际知名的 闪亮艺术民族舞咏团在内的演出阵容 辅慰也提振了花莲人的士气 震撼鼓声女团清亮的哑喝声 搭配外揉内纲的舞蹈动作 让人仿佛置身在日本绅士祭典中 欢乐喜庆的氛围渲染全场 除了日本舞咏 台湾安美族则是以欢庆的舞蹈 与日本友人交流互动 这一场精彩的台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23号晚间在瑞水湘盛大登场 花莲近两年来历经多重的田灾地变 而重大的灾难不仅严重冲击百工百业 连带大众心灵似乎也跟着萎靡不振 国际福伦社新竹乐丽与凯蒂福伦社有感于此 特别串联瑞穗在地包括信誉员 社团协会公庙管委会 地方温泉旅宿餐饮 茶行茶园负责人等等的单位 大力支持与赞助 以欢乐郑纵谷为主题 办理这一场日台文化艺术交流慈善公演 得不孤必有灵 这场文艺慈善公演不仅是福伦社传爱到偏乡 也串起了在地社团协会与业者的社会公益 透过文化艺术的交流 彼此鼓励互相帮忙 提振花莲人的士气 记者张明泰 石一玉兰 瑞瑟采访报导 期待